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柯文德的选举账目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民众党第一时间就说了 都是端木正自行调节出了错 包括有漏报 误报等等的嫌疑 最后端木正还因此进到了北柬 原本是200万交保 最后改成院身上没有钱的关系 改为100万元交保 而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 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下午大概2点45分的时候 他被检方问完之后离开的画面 我们媒体朋友有在问他说 关于这件事情他有一种什么想法 或者是说是不是问金流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委屈等等 端木正是把口罩戴得紧紧的 不发一语 接着他就来离开了 但是他的问讯时间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再短 他大概是下午1点半的时候 进到北柬 2点45分就已经来离开了 而端木正的说辞将左右科文哲 原因是什么 选举账目的这一块 我刚刚有提到 民众党是跟他切割 说是因为他调节不张 但是检方今天在庭上 他问他的事情是你确定是你自己调节不好吗 或者是你自己漏爆了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自行调节出了错的话 你恐怕会吃上商业会计法 所以对于端木正来说 他的说辞一定会开始慢慢的改变 例如说是谁受益你这样做的 是科文哲吗 还是在竞权总部的人 还是有这个从中 不管是科文哲或科文哲底下的人 有授权你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检方陆陆续续要厘清的事情 而这也不单单只是端木正第一次被检方来约谈 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是他已经不止一次来到了北检这个地方 最主要就是要来厘清所谓选举金流的部分 好 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是科文哲 科文哲原本说今天要来借题 但确定他今天不会借题了 反而是绿色部分今天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也到了北索来绿见科文哲 想必的是这一周检方大动作的 不管是提讯约谈证人到今天的端木正 那科文哲未来应该要怎么回答呢 因为检方是多方旗下 他不单单只问你金华城 他还问你选举账目 他甚至未来还问你基金会的事情 或是你私人账户的事情 那这些到底应该怎么回答 这也是这个律师今天要去绿见科文哲的主要原因 好 第三个观察点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今天早上前都发局长 林中明不是二度以证人的方式来到北检吗 从早上十点到现在我们接受到时间三点零三分 人都还没有被问完 如果今天照常理来看 林中明在第一次的话 已经把话讲得非常的清楚 第二次可能有些疏漏的地方 我们再补足就好 但是这个时间已经长达到三个小时 即将进入到四个小时了 林中明的关键证词会对未来的金华城案 或是未来后续案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能不能左右这个检方未来要起诉的一个方向 以及去跟科文哲的对话来做一个对比 我们未来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 以上是我们讲过到的最近情形 检验专办金华城案追金流卡关 决定复制昔日的扁案模式 11号下午就来到银行调阅保险箱 还有租借记录要同步理清 调查金流成为首要关键 清查对象不只有科文哲 包括妻子陈佩琪以及三名科家子女 还有同案被告 彭正轩选信经应小微无顺名等人 他们的名下账户 检方将逐一比对 还要查有没有卷头账户 你有收1500万吗 柯文哲卷入五大弊案 统统跟贪污有关 再加上调查局办的政治献金假账案 调查官也加入一同向上追金流 锁定银行保险箱 一笔一笔调阅单据 带回寄存物品 但究竟里头存放现金 珠宝货账册 甚至是冷钱包 消失的金流庞大 智商157的柯文哲 很了解虚拟货币 有没有存放冷钱包也成为追查重点 小额领财是因为我从2014年之后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那我不要想到说我这一种 用ATM理财的方式 变成人家离知我罪名的一个证据 才说不敢到银行零贵只敢去ATM 但怎么还会去使用保险箱 似乎有点矛盾 如同他说这些钱是首尾钱 稿费演讲费 一下又说是小额理财 但金额怎么样就是对不上说法 变变变 这之中有没有汇款 答案即将税落实出 都能学路的邀请台北报道 不管你的断点 设得多严密 防火翔策的多好 那这个保险套不住你任何这个犯法 恐怕柯主席自以为的天衣无缝 全被剪连搜出马脚 根据林传媒报道 柯文哲金流有重大突破 检方透过评证分析 和金管会系统交叉比对 到银行调阅保险箱 和保险室租用记录 而且对象不止柯文哲 包含妻子陈佩琪 以及三个儿女全都要查 检掉不只努力的查 还查到柯家人那里去 犯案相关的硬碟 还有一些可疑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假的证件等等 都会放在这一些保险箱里面 包含一些不法资金 到底保险箱里藏有什么 让过去主打公开透明的柯文哲 不惜神神秘秘 再加上银行的保险箱 不会出现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平台上 金融联合征信中心也不会有记录 也或许柯文哲就是看准这点 以为只有自己知道 银行知道 没想到现在检方也知道 把柯文哲的金身再次砸碎了 公开透明底下 藏了多少的藏物纳购 陈佩琪拿了六百多万 分了六十几次分别存入到孩子的账户嘛 假借小孩的人民要把这些钱洗出去吗 如果洗到国外去 那真的就是柯家的海角而已啊 简连顺藤摸瓜往上追 从金流追到保险箱 和2008年查陈水扁贪污案时 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人同样都和妻子扯上关系 当时陈水扁妻子吴淑珍 透过银行保险室存放高达13亿现钞 如今简连查出柯家人神秘保险箱 会重现阿扁的海角七亿 还是有其他更不可告人的秘密 能确定的是柯文哲的信誉 早已被自己践踏在地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与神庆经秘密会地点曝光 就在新区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两人交情也牵动金华城案 是涉嫌图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各界都在等检调厘清 两人交情有多深 见面都谈论什么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就爆料 他们至少见过三次面 附近的选民来检举的信誉区的 对有料我们就去报 钟晓平强调是有民众向他爆料 柯文哲去过桃珠影园三次 分别是金华城执照通过这段时间一次 选前一次选后一次 我们也请检联去调 去查监视器什么 我们也没供权力 我们的进的义务就是 有人来检举的话我们就爆出来 钟晓平会这么呛 全是因为自己提出这个说法 结果却被民众党反栓 叫他拿出证据来 但不管如何 如今消息曝光的越来越多 对比先前柯文哲这段话 感觉格外讽刺 我从来不会和认说 我认识沈庆经 我爱说有去唱歌 有他请过我一次 全部都要 自己要为了解 就这样那一次 柯文哲当时只讲选后 不讲选前 是否刻意回避关键 挤压膏的说法 只会让各界认为 背后另有隐情 钟晓平 要不要先回答一下 以他的老经验 赚个几亿怎么赚 民众党秘书长大力回呛 只是这件事情 国民党议员游熙会 和民进党议员简淑培 也接获勤资 直指柯文哲 不止去陶珠影园一次 也让外界质疑 进华城容积率 创历史新高的调整 是否和柯省交情有关联 东升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微经集团豪宅 陶珠影园门牌号码 66号68号 他的建造号码 原来也是6668 一次是刻意审号 不只是陶珠影园 微经集团建造的金华城 建造号码 同样是漂亮的 联号数字9999 陶珠影园官网上 就自己写明了 数字象征66大顺 一路大发 建造号码 巧妙6668号 自称大级数字 以此稀有汇聚 说是要让住户 永保富贵 但现在被报 这里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一次三度会面 深庆经的地点 来到这里建 微经小婶 难道就能富贵吗 这富贵怎么来 有没有涉及图里 正在调查中 但网友开酸 一般民众选车牌 微经小婶 有多为他选建造号码 清华广场9999 也被酸要盖到天长地久 外界质疑 建造通常都是流水号 特殊选号怎么来的 难道有专人打点吗 对此台北市建管处指出 一般号码不选号就是一顺序编流水号 像6668这个号码是属于三请人自选的 在他必须支付5万元才能选用这个号码 那另外所谓的9999这个号码 它是在我们特别号码里面的第一级 所以它的费用是20万 选号另有规定 特殊建造号码很抢手 还分三级 要选连号价码还真的不便宜 外面地点挑在满满吉祥寓意的桃竹银员 自称最佳风水宝地金斗穴 如今却也难保神庆镜和柯文哲 现在涉及非法被调查一切知识浮华 观众新闻林少玉 今年6月7号众望基金会做公益 一行人手拉布条留下合影 也留下更深的问号 发问的人就是照片正中间 基金会董事长柯文哲亲信李文宗 文中念名感谢余文 佑翰 林轩 也被媒体人姚慧珍质疑 这三人在柯文哲申报监察院 进办支出门细中 领着政治现金支付的薪水 是否同时身兼基金会成员领两份心 我过去确实在基金会任职 不过早就已经转任到民众党的党部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都没有领两份薪水的问题 都要符合法令的规定 基金会也有办活动 也有到关怀弱势 对 我知道是有 民众党民署长回避的问题 就是众望基金会两年来 支出将近千万的人事费 若人员都是志工支出 从何而来 是否涉及掏空疑虑 它就是要符合法令的规定 这个要基金会讲 民众党把与众望基金会的关系 推得一干二净 邓董事长是身兼莫可负责人 时任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 又被捕捉简连要进入台坡大楼搜索时 疑似持有基金会办公室的钥匙 对此徐甫解释 当天是询问主席办公室幕僚 才得知密码进入 但仍无法解释人员高度重叠 事实摆在眼前 党的这个金库通到木可 通到众望 木可公司或者是众望基金会 是不是柯文哲 他是用来来洗钱的一个公司 或是基金会的一个管道 因为毕竟这个众望基金会的 成立的时间点真的非常的巧合 是在11月2号 就是这个柯文哲神秘USB的 Excel表1500 11月1号1500之后 太多的巧合加上各个回避的态度 加深了各界对于民众党 心虚的质疑 东森新闻之中心综合报道 随着柯文哲金华城 弊案扩大另外在他任内通过 设计招标的雨果市场改建案 在5月就被议员踢爆 涉嫌利用简像发包 图力得标的微金集团子公司 中华工程 现在检调也正式动起来追查 4名议员因为爆料 遭到中华工程提告防害民喻 12号上午出庭 受访时直接开酸 政府预算不够 就不用打中点充判子 5加5的大楼 我们就可以因应雨果市场的需求 或是我们的预算 政府就觉得应该做到这样就好 还多给那么多工程款跟追加预算 我觉得是不对 医院痛批柯市府以检像发包的形式 把部分楼层检像 让中华工程顺利得标 又在合约记载 未来要把剪掉的楼层再盖回去 也因此后续工程 一样是由中华工程来做 未来追加的预算 也当然是落入他们口袋 估算预算多了50亿 中华工程大概可以拿到12亿 这样子的这个差价 那就是赚到的钱嘛 再加上重要的基电 瓦斯消防甚至空调 都在追加工程的楼层中 接任的蒋市府 如果不追加预算的话 雨果大楼恐怕变成烂尾楼 所有的台北市民能够接受 花125亿 结果盖出一个半成品吗 与其这个浪费时间提高我们 不如多花一些资源 去想策略跟请好一点的律师 看可不可以 省性经转污点证人 赶在中秋节之前出来 跟大家一起烤肉团圆 柯文哲逼案产宣 除了精华诊案 还有政治现金 假账宜云 北市科案 雨果市场改建案 这回检掉大动员 要把这些逼案一次查个清楚 东森新闻林权 蔡雨山在台北采访不到 要来给大家看看 所有的公文里面 柯文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司法风暴 再压台北看守所 市议员苗博雅 透过直播表示 柯文哲在市长任内 曾经盖下关键的四个章 利用特权 开放特例给金华城 柯文哲盖章了 速审速决 因为柯文哲看过这份公文 所以柯文哲知道 监察院讲的是560 什么时候知道 2020年3月10号 就是他跟应小为 吃便当的那一天 他就知道了 结果他只是什么 破天荒 第一次为私人来 研议一件冬机案 苗博雅抨击 这是柯文哲 左手打右手的互搏之数 尽管台北市政府的 毒发剧上签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 自行与金华城和解 就回复楼地板面积 容积率为678% 恐怕无法说服社会大众 有徒利金华城的争议 而柯文哲在金华城 所盖下的章 包含了公开展览 以及发布都市计划公告 虽然最后一个章 由彭正生 带柯文哲盖下假章 但也是因为如此 让金华城顺利拿下了 20%的容积奖励 如今金华城容积案 成为社会焦点 后续究竟如何 人民都在看 东正新闻综合报道 好 没错 原本今天一度传出 柯文哲会不会被二度提训呢 因为在这礼拜二的时候 也是彭正生早上问完 下午就换了柯文哲 尤其这几天陆陆续续 证人们也都到了北检 来做一个训问 大家以为今天 以及外面的一些传言 都认为柯文哲下午会来提训 但是在今天下午的球车 我们发现柯文哲 并没有被提训 而反而比较有趣的画面 是在北索这个地方 由于柯文哲没有被提训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柯文哲的伟人律师 叫做肖逸侯 他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来进入北索 来申请绿建 找柯文哲原因 有很多 当然就我刚刚讲的这些 包括了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陆陆续续 有很多的证人 来做一个说辞 尤其都针对于 金华城的容积率 未来已经这个地方 会做一个攻防 所以律师今天绿建的方向 恐怕都往这边走 好 这个是律师跟柯文哲的部分 那对于检方来说 现在只能说多管齐下 像今天早上 你看到画面是 前台北市的都委会的 都发局的局长 叫做林周明 林周明在早上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来到了北检 这也是他第二度 被约谈当作证人了 但是时间点 既然拉得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长 等到了彭胜胜都被还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相关的人等 根本就还没有被来离开 尤其是林周明的部分 在中午过后的这一段时间 原本想说就会离开 但现在整个约谈证人的部分 都还在继续 会不会是有些 现在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 有些地方是除了公文之外 有些细节的部分 这个是要把问林周明 要把他问清楚的部分 等到全部问完之后 再一次把柯文哲借题出来 拿大家的说词去问柯文哲 这其中到底有没有说谎 好 检方的第二步是什么 还有证人 证人现在我们有得到消息 是北极站这个地方 传了两名的证人 但是是什么样的案件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很明显的事情是 都跟柯文哲 恐怕跟金流是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检方 巩固图立证据之语 现在更要是追出这个金流 这两名证人的身份 到底是如何 他到底在这个案件里面 存在有什么意义 也是未来我们可以观察的 重点之一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好 最近请请把闲镜头还给棚内出国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下期的所有的位置 在北极站持续的单紧关心 柯文哲深陷的多起重大弊案 而在早上的时候 北检是针对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 是由二度提训来 他到北检来接受应讯 而在中午之后 现在又传出一次 是有针对柯文哲 政治现金风波 是由最传两名证人来约谈 而外传一度 是传出一次是 时任柯进总的财务长 李文宗 但是为什么可以看到的是 检方从金华城案 是一路查回了木可金流 是不是代表说 可能他们认为 这中间有交错的金流呢 也就是代表说 可以看到说 当时其实一度有 因为柯文哲 一开始开击压停的时候 检方也有回应 是有发新闻稿 是说他们是有全盘 掌握搜集了证据之后 才会来决定 侦查的讯会顺序 也就代表说 检方其实不只是 针对金华城案 又一路在同时 追其他的弊案 这代表说 他们可能是怀疑 中间有错综复杂的 交流金流的部分 而现在在约谈了 两名政治献金的证人 也可以看 代表说是一路 从金华城 查回了木可金流 代表现在柯文哲 疑似现在检方 是不只想要谈的是 贪污罪的部分 还是想要掌握的是 关键事证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小时期 把新镜头交还捧的主播 好